大家好,今天我要分享的是豉油雞 我的做法不需要用太多豉油 不需要多次轉動,烹調很長的時間 這樣雞絲不會容易過熟 只要擺放正確的位置,依照雞的重量,時間配合準確 用這個方法簡單易熟,嫩滑 4磅的雞一隻,清洗乾淨去清內臟 不清乾淨這隻雞就很難熟 剪走雞頸,保留一部分的雞皮 如果你容易結鑊,雞腳要在關節位剪開 不要高些或低些,有斷骨就會容易刮花易結鑊 要上色,用草菇老抽 這個步驟很重要,用多少少廚房紙 徹底吸乾水分,這樣雞皮才容易上色 用草菇老抽上色,不需要太多,足夠就可以了 用草菇老抽上色,不需要太多,足夠就可以了 加薑片和蔥段 擺放1小時,令雞皮吸收草菇老抽 中間的時間要四邊轉動一下,令到雞皮接觸到碟底的豉油 容易上色,均勻 要準備好這裡的料頭和豉油汁,這樣就可以開始煮了 熱鑊落油1湯匙,用中火,將剛才準備好的料頭爆香 先加些碟碎了的冰糖,繞一繞,這樣就會容易溶化 如果你不想加冰糖的,砂糖片糖也可以 加入準備好的老抽,生抽和草菇老抽 還有熱水兩杯,然後加入玫瑰露酒 蓋上中大火煮起,不過不要走開,很容易煮沫 冰糖要完全溶化,溶碎的冰糖,不用煮這麼久,醬汁料就不會少了 放雞進去之前,豉油汁一定要大滾,就像現在這樣 這個步驟很重要,因為雞腿難熟,所以要打側放 一邊的雞腿,一邊的雞腿和雞翼向下,要放正一點,不要放歪 放不正,雞腿就會不熟,要快手不要讓豉油汁冷了 蓋上中火煮五分鐘,這個就是我爐頭的中火 要這樣煮起,煮了五分鐘,開蓋的時候可以留意下煮的情況 翻轉另一邊都是打側放,另一邊的雞腿和雞翼向下,要快手不要讓豉油汁冷了 蓋上中火煮五分鐘,不需要擔心雞腿裡沒有專門加入豉油汁會不熟 依照我的方法煮一定熟 煮了五分鐘,揭開蓋你會看到有很多泡,因為水份已經收乾了一些 這次是最後一次煮的五分鐘 雞背部向下,雞胸向上,這樣焗好之後,雞胸肉就會很嫩滑 蓋上中火煮五分鐘,五分鐘後不要開蓋 已經夠五分鐘了 關火,不要開蓋,焗三十分鐘 小提示,煮得多熟,你才會滿意呢?用相同重量的雞試一次 步驟、時間跟我指示去做 如果覺得太熟,下次你煮的時間每邊減少三十秒 覺得不夠熟,每邊煮多三十秒 這裏是提供不同重量,煮的時間 攤凍了就可以斬了,雞腿剛剛熟 雞胸肉也是剛剛熟,通常我都會起骨 這樣方便點吃 試吃,試煮哪件好呢? 這塊是起骨的雞腿肉 點點剛才浸雞的豉油雞汁 煮得剛剛熟,好滑,方法是否很簡單呢? 跟著影片去做,成功率很高 試個好吃的可以分享出去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多謝收看